今次選委會選舉參選人數比上屆多 而上屆全部自動當選的飲食界 今次就有兩條參選名單競逐 在選舉日積極拉票 飲食界升火行動名單 17個人在銅鑼灣一間酒樓 盡最後的努力拉票 今次的行動 亦都可以刺激到選民出來投票 我們所接觸的選民的話 其實都很正面 大家都覺得我們今次出來選的話 其實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我們是有信心的 他們表明傾向支持梁振英 另一邊商表明會支持唐英年的鑽石名單 部分成員爭取連任 我們很全面 很多是很小型的 他們都很支持我們 我相信我們業界的智慧很高 他們都見得到哪些人真真正正是為行業做事 工廠界過半數的界別已經自動當選 今次的競爭主要集中在專業界別 例如是會計界、教育界等等 其中競爭最激烈的是醫學界 平均近三個人欠一個位 而行政會議成員梁志雄以醫生的身份投票之後說 今次選委選舉競爭激烈 多些人意欲出來參選 第二樣是今次是最尾一次有機會選選委會 下一次選特首就是全民投票 多名政商界名人都出來投票 在山頂票站投票的包括 勵新發展主席林建岳 和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 無線電視記者 陳嘉欣報導 多次選舉行政策 多次選舉行政策